神话故事 妈祖 第六章 不愿降生 赤脚大仙是个乐天派,她的性格向来都是直来直往的 乐天决定了她与其他神仙对话时,时不时来一句小幽默,时不时逗得对方吓吓大笑 直爽就决定了她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都不会拐弯抹角 今天她与王母娘娘交谈,就有些例外了 幽默,但不直接了当 原因除了事关重大,不敢掉以轻心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王母娘娘的谈话方式 既有些好像启发有道,又有些好像旁敲侧击,而且总是点到即止,叫人猜猜猜 令到赤脚大仙一直忙于思索,忙于推敲,忙于试探 一直没时间,也没机会幽默 直到王母娘娘真正亮出底牌后,赤脚大仙才得以从繁忙中解脱开礼 这个时候,赤脚大仙好像突然发现新大陆一样 发觉王母娘娘那种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 比自己那种直接了当的方法更加艺术,更加深刻 于是她也燃炒燃卖地来了句 作官莫造本苑令,三岁孩童,喊语名 所谓语名就是世名的雅青 这句话的意思即是,如果你要作官的话,千万不要在自己的出生地作官 因为不但当地人对你太了解,知道你的底势,而且亲戚朋友 乃至长辈也很多 在出生地做官,难免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难免有人对你不恭不敬 更难办的是,这种不恭不敬往往是来自长辈对你的爱称 来自无知还童,因为不知底势而叫你的世名 这样的情形也挺难堪的 即使你在当地位高极品,官至本苑怨定 也难免有无知还童,直呼你的世名,令你哭笑不得 有句话叫《听话听声,挪鼓听音》 王母娘娘见赤脚大仙虽然没有直接回答 选择言良港作为海神出生地,是否合适 却以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的办法讲出这句俗语 立即明白赤脚大仙不但同意这选择 而且觉得这比女娃既在泉州出生又在泉州充当海神更合适 于是,王母娘娘太白金星和赤脚大仙选定吉日良神 让观音娘娘送女娃下凡投胎转世 谁知道就在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出生时间上出了问题了 三位神仙为女娃选定的时间是五代十国结束的前一个月 亦是后周显德六年九五八年冬月出生,刚刚满月正好迎接一个新朝代北宋 宋子观音正是根据这个时间安排的,才在显德六年的正月末二月初 为林圆之妻王氏显灵送幽勃花。按照十月怀胎来计算,未来海神出生的时间正好显德六年冬月底 等到纳月底,做完碗月后,正好是北宋建隆元年征月。 有关时间安排问题,在女娃投胎前亦和女娃打过招呼 当时的女娃并没有表示任何意义,但不知道为什么,到应该出生时 她却赖在王氏腹中迟迟不肯出来。 刚刚开始,谁都没有预料会出现这种情况,等到赤脚大仙决定来林家 看看满了百天后的海神生长得是否顺利时,才发现王氏仍然大幅便便地做家母。 哇,赤脚大仙见情况不妙,马上去找宋子观音, 侧问她为什么将海神出生的时间搞错呢? 观音娘娘屈指一算,立即大惊失色。 不对呀!按日期计算早在三个半月之前就应该出生了, 为什么快十四个月还未临盘呢? 赤脚大仙问,应该不会是胎死腹中吧? 观音娘娘说,你真是看气流眼泪,替古人担忧啊! 想当年,女蛙一口怨气就能化作田海的精卫, 东海龙王将她拉到海底都未能浸死她, 一个小小的母腹怎能令她弊名呢? 赤脚大仙说,此一时彼一时呀, 要知道无论是谁,一旦重新投胎转世, 在还未成人之前是不可能恢复先前的智力和才能的, 女蛙当然也不例外啦! 你这么说不是没道理的, 让我算一算,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赤脚大仙耐心地等观音娘娘算, 很急切地问,算出什么问题呀? 问题出在哪里呀? 观音娘娘说,出在皇母娘娘那里。 都什么时候啦,你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 观音娘娘说,不是开玩笑, 问题真是出在皇母娘娘那里, 是皇母娘娘为海神挑选的这位母亲王氏的胎教过分, 才导致未来的海神每次不愿出生呀? 赤脚大仙说,胎教是凡奸的优良传统, 只听说过胎教不够或胎教不足, 还没听说过胎教过分或有余的呢? 观音娘娘说,这就是你的孤陋寡闻。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春秋楚国府苑, 有个叫老子的人, 他的母亲懷了他六十多年才生他, 因为一出生头发就白了, 所以就取名叫老子, 因为是在李树之下生的, 所以指李为姓。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当然知道了, 他就是道教祖师太上老君。 赤脚大仙说, 太上老君曾先后81次下凡投胎, 所谓太上老君81化说的就是这件事。 不过老子仅仅是太上老君81化的其中一化, 但不知道这个和胎教过分有什么关系呢? 观音娘娘说, 太上老君在春秋之祭下凡投胎的目的, 原本是为了教化孔子的。 他最初的打算是被孔子早出生三十年, 以便当孔子的老师, 将孔幽教化为道教信徒。 就因为他在无福当中, 留的时间太长了。 等他出生时, 孔子不但已经学有所成, 而且开创了一门余教。 尽管老子出生迟了, 但因为他一出生, 就被孔子大三十岁。 所以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时, 就慕名去拜访过老子, 并向他求教, 也算是了结了他们之间的私生资源。 观音娘娘说, 老子为了聆听她母亲的教会, 而忘记了出生的时间。 老子是个好学上进的人, 亦是个孝子。 老子的母亲, 即是个悔人不倦的道德传播者。 他从发现自己怀孕那天起, 就向他的儿子进行道德教育。 一说就说了六十多年, 眼看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才想起应该被儿子出生了。 而老子在他的母亲腹中, 一直都是知之不倦, 学而不厌地听着, 听了六十多年, 才逢母亲之命来到人间。 而老子所写的那本著名的道德经典, 道德经就是在他出生后没多久, 凭回忆记录整理出来的, 他母亲关于道德方面的见解。 只因当时不存在著作权等等的问题, 人们才根据出自哪个人的手笔 就是谁写的这种惯例, 将道德经的著作权劾归到老子的名下。 赤脚大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觉得十分新奇, 直到观音娘娘开始讲述第二个关于胎教过分 而言吴婴儿出生日期的故事的时候, 才从第一个故事当中跳出来。 观音娘娘说,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一对双胞胎。 故事发生在三国期间的魏国, 当时正在魏国境内行医的神医华陀。 听说有一名孕妇怀孕三十多年, 虽然从第一年之后, 每年都有一两次肚痛即临产的状况, 但持续一两天之后, 临产的状况就消失了。 华陀觉得这件事非常奇怪, 就主动上门去查看病情。 正好,华陀上门那天, 这名孕妇又一次有了临产的症状。 华陀见小孩子每次都生不出来, 华陀就当机立断地劝孕妇服下了凡间最早的麻药麻醉散, 然后为孕妇做否复产。 打开孕妇的复康之后, 华陀惊奇地发现是一对双胞胎。 最令华陀惊叹的是, 这两个小孩子不单一出生就会说话, 而且奔奔有礼地相互谦阳, 谁都不肯先出世。 一个对另一个拱手谦阳说:" 仁卿先请,小弟随后就来。 另一个又很礼貌地还礼说:" 不用客气,还是仁卿先请, 余帝随后跟随。 华陀见到这样的情景, 怕时间长了,孕妇失血过多, 有性命之忧。 于是,一只手一个, 当机立断地将这对在母腹中 相互离让三十多年, 谁都不肯因为先出世而失礼的人兄余帝 请出来了。 孕妇脱险了。 当华陀得知这对双胞胎 是因为听妈妈的话, 要做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才一而再、再而三地, 言误产期的时候, 只好猛顶头, 不知说什么好。 斜脚大仙一年听了两个胎教儿 误事的故事后, 心情很不平静。 因为, 据王母娘娘介绍, 王氏是唐代诗人陈涂的女儿。 陈涂自松伯, 是福建南平人, 生于唐献宗时代的元和七年, 即是八一二年, 著于唐熙宗时代的中和五年, 即是八八五年。 不知是因为他出生死亡的年号当中 各占一个和字, 或是另有原因, 陈涂为人一向与世无争。 他的诗作也大多表现出一种出世的消极情绪。 他最著名的诗歌《当推龙西行》的《世素兇奴不顾身》这首, 为后世广为传播。 陈涂又学长安期间也曾经很出名, 晚年的时候他曾经隐居南昌西山。 王氏是陈涂的妻女, 也是陈涂最痛的女。 陈涂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陈涂最疼的女婿。 从客观上来说, 陈涂的慈观退隐, 或多或少, 都受到了他各父出世思想的影响。 女婿是这样, 女儿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说陈涂的消极思想, 对有志出人投地的男子汉, 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不利的。 这种思想, 对女儿子尽管不能说是积极的, 但亦是无害或是有益的。 王氏呢, 出生书香门帝, 自幼知书达礼, 很有教养的。 他从他父亲那里, 学到了三点, 几乎令到所有同龄人赞叹不宜, 却有无办法效仿的优点。 第一, 就是无论和谁说话, 都能用心去看对方的眼睛, 全神贯注地倾听谈话的内容, 以示尊重对方的人格。 第二个优点就是, 无论一件事想不想做, 愿不愿意做, 他都能去做, 并且将他做好。 第三个优点就是能够 落父安憑, 随遇而安。 有超乎常人的适应生活, 适应环境的能力。 至于教育小孩的有关方法和有关知识, 无论是从胎教, 幼育, 或是成年之后的继续教育, 王氏也是从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和书籍这三方面学来的。 那是否王氏要将他所知道的这些知识 传给他在福中的胎儿, 使得胎儿每次都不出世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 神话故事 妈祖 关于王氏是怎样对他的五个女儿进行胎教的? 观音娘娘说, 她不知道。 赤脚大仙说, 也没有必要去知道。 但是赤脚大仙却知道王氏的五个女儿 都是刚好怀想十个月就出生的了。 观音娘娘说, 其实王氏也没有对未来的海神进行什么不同的胎教, 只是将他父母当年告诉他, 关于做女孩应该安分守己, 应该懂礼貌, 有教养, 应该落父安瓶, 随遇宜安等等有关的内容, 一点都无漏地说给他肚子里的女儿听。 王氏是家庭主婦, 她必须做那些洗衣、 煮饭等等的家务, 没有更多时间对女儿进行胎教。 所以她得闲一句, 得闲一句地进行胎教。 由于在王氏的人生经历当中, 既有过清贫, 却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 又有过大富大贵, 却担惊受怕的都秦检夫人时代。 最后, 虽然全家团聚, 共享天伦之乐, 却必须劳累奔波, 自食其力。 所以, 她重复得最多的内容, 就是乐富安瓶, 随遇而安等等。 听观音娘娘这样一解释, 赤脚大仙就说:"啊, 我明白了, 想必是因为女娲的一生当中, 经历过太多的孤独和清苦, 除了十几年的少女时代之外, 就是独厂东海, 花鸟咸石, 天河摆渡, 天河径渡等等, 历时几千年的孤军奋斗的特殊经历。 这些经历无意间令她产生了 期盼在温暖舒适的母亲怀里 睡一睡的欲望。 而王氏胎教当中的随遇而安等等的有关内容, 又刚好促使她产生了 在母覆当中多留些时间的念头。 其实, 到目前为止, 她留的时间并不长, 天上的一日就是地上的一年。 按照这个时间概念去计算, 她只不过是留多了一天而已。 我有办法令她尽快出世! 又是你的拿手好气! 过海就是神仙, 扮什么, 说什么, 是我的事! 天机不可泄露啊! 如果是不小心讲漏了嘴, 小心你的饭碗啊! 多谢观音菩萨好心提醒, 小仙告辞啦! 斜脚大仙一讲完, 就一阵风地从南海的葡萄山 吹到了东海的燃亮港。 这一日的上午, 王氏的丈夫和儿子出海捕鱼了。 最小的老五林陆妹, 也到一家私立学馆读书。 王氏忘了其他家务之后, 正坐在院子里, 一边为还未出生的女儿 整件衣服, 一边唱着各式各样的儿歌。 再护露, 要靠唱, 哪有女儿不爱良? 小男孩, 不要狂, 狂了屁股捱巴掌。 小河水, 哗啦啦, 妹妹哥哥摘棉花, 妹妹摘了八斤八, 哥哥只摘一小把。 王氏一手摘一手地唱下去, 当他唱到一首叫做 《心里良了大半节的儿歌》的时候, 发现一位算命先生 正在院门外转来转去。 王氏心里一惊, 因为他觉得这首儿歌 被外人听见了可能不太合适。 但既然开了头, 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唱下去了。 应母哥把话说, 唐屋来了上门客, 阿爸去打酒, 阿妈不舍得, 阿妈去烧柴, 小孩要照顾, 搞到客人不过意, 心里凉了大半节。 好一个心里凉了大半节啊! 王氏刚刚唱完最后那句。 那位算命先生, 就接过话头说, 其实并不是客人心里凉了大半节, 而是林夫人你的心里凉了一小节啊! 王氏一听说, 心里一惊, 先生, 你怎么知道的? 算命先生未等王氏章话说完, 就说,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 林大人观至极品, 虽然急流勇退, 却声明显黑, 哪个不认他啊? 林夫人怀孕十三个月还未生得, 言良港上众说纷纹, 我这个算命先生, 怎会充耳奔闻呢? 如果说, 有什么值得林夫人大吃一惊的, 那也是我一听你唱的那些儿歌, 就知道夫人怀的是位千金了。 先生指的是那首, 再护路, 要靠唱, 哪有女儿儿不爱良? 夫人能不能让我进去坐下来慢慢说啊? 啊, 你看我这个人, 真是不懂礼貌了。 王氏一边打开木蓝色的院门, 一边说, 先生进来啦。 算命先生说, 我记得林夫人正说还唱了一首, 三岁牙会在冲, 一在在在路当中, 过路的莫伸手, 让她开花结石榴, 石榴中间一坨油, 三个女儿丫泥梭头。 最后四句, 由男声独唱变成了男女声二重唱。 这首歌是你小时候, 你妈妈唱给你听的, 也是你唱得最多的一首儿歌, 是吗? 先生莫非是活神仙? 请问先生贵姓? 勉贵姓红, 近珠这尺那个红, 并不是红水猛兽的那个红。 洪先生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还知道, 你这几十年来一直唱这首儿歌, 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 因为林大人想你为他生五个儿子, 连名都准备好了。 林大人盼望, 老大、老二、老三能持请沙场, 屡见其宫, 所以分别起名为林龙、林虎、林炮。 孙明先生说, 老四、老五则起名林古、林金。 那老四、林古、老五、林金又作何解释呢? 王氏好感兴趣地问。 洪先生说, 由于战场上有激古出征, 明金收兵之说。 不过林大人没想到, 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明金收兵了, 而且一口气为他生了五个女儿。 如果还可以再生的话, 就希望菩萨保佑你们生个儿子。 你真是活神仙了,洪先生? 那你帮我算一算我的第二个儿子什么时候出生? 应该在三个月前就出生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 仍然一些动静都没有呢? 算命之人只能指点迷津, 不能洩露天机。 一旦洩露天机, 轻则伤目失明, 重则命丧旺全。 我虽然不敢强人所难, 但不知有解无解呢? 被人以算命为生, 如果是无解, 洪某何必登门造访呢? 王氏一听这么说, 马上泡了一杯糖茶送给洪先生, 就说, 先生如果能让他早日出生, 到时一定会重丑。 洪先生就说, 生意人, 讲求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 做我们这一行, 虽然不需要本钱, 但也要费力努神的。 不只望重者, 不过犯钱、 路费钱还是必不可少的。 洪先生言之有理, 但不知有什么办法能解释得到呢? 有到时,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只要夫人能耐心地听洪某说一个故事, 就可以保证你的女儿在八天之内平安降世。 如果真的这样, 真的太感谢了。 王氏说完, 就端端正正地坐在算命先生面前, 看着洪先生的眼睛, 神情专注地听故事。 我和你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可惜已经记不清是何年何月, 发生在哪个朝代。 洪先生说, 这个故事是从他师父那里听来的。 他师父的师父曾碰到过一件怪事。 一个孕婦腹中的拖儿, 刚好怀了五个月就会说话, 每日早、中、晚各说一次。 喂,外面有没有人啊? 这是拖儿的第一句话。 当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拖儿又会问, 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能不能够让我出去啊? 如果能够继续得到回答的话, 这个拖儿就会继续问。 一个接一个的提问, 简直是没完没了。 如果不回答的话, 他就在腹中乱踢, 痛到的孕婦很难受。 胎儿的母亲、父亲及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害怕, 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事。 于是有人建议去找算命先生。 孕婦的丈夫觉得这个建议都不错, 就去找他的师父的师父老师祖。 老师祖虽然同样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事, 但他一点都不害怕。 在文明情况之后, 老师祖就告诉孕婦的丈夫, 如果拖儿再说话, 他们就来她的有问有答, 那拖儿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 便会安静下来。 孕婦的丈夫觉得师祖的话很有道理, 回去之后, 两夫妻就商量好一套共同回答提问的办法。 在当日晚上, 他们两夫妇刚刚躺下, 那个拖儿又开始说话了。 外面有没有人啊? 有。 你是谁? 我是你的妈妈。 还有谁? 还有你的爸爸。 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为什么黑的? 什么都看不见。 你在妈妈的肚里面, 肚里面没灯, 当然什么都看不见。 能不能够让我出去啊? 现在不行。 稍后再让你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还小, 要让你长大一点, 才能够出来的。 小是什么意思啊? 小为什么不能够出来呢? 小就是不大的意思 因为外面有时好冻 有时好热 不冻不热的时候又好少 如果现在出来的话 你是顶不顺的 顶不顺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难受的意思 妈妈有点答不上来了 很难受是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胎儿得不到满意的回答 就又打又踢 痛得孕婦了顶不顺 孕婦的丈夫急急忙忙的接过话说 我来告诉你 顶不顺就是会冻死会热死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等自己长大一点再出去 胎儿说完这句话就安静下来了 从此之后 胎儿再也不是天天说话了 而是每隔三五天才说一次 每次说得都非常简单 有时甚至仅仅是简单地问他 我长大了吗 只要孕婦回答一句 还没 还要等一段时间呢 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就这样又过了四个月 一日夜晚 胎儿询问他是不是长大了 孕婦就一改往日的口气说 你已经长大了 再过几日就可以出来的了 谁知那个胎儿听了之后 不单不高兴 反而一反常态地说 不想 我还没长大 我不想出去 我已经习惯在这里生活了 说完 又好像四个月前那样 又踢又打 搞了整晚 第二天蒙蒙光 孕婦的丈夫 马上去找老师祖 老师祖问明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就说了 糟了糟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层了 难道什么解救的办法都没有 走 去你家看看 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 神话故事 妈祖 第七章 大仙算命 老师祖来到孕婦家后 发现被胎儿截磨了整晚的孕婦 已经睡着了 就对孕婦的丈夫说 不要惊动她 可能那位在腹中拳打脚踢了整晚的胎儿 这个时候也睡着了 等她们多睡一会儿 我回去一趟 下午再来 先生千万别走 孕婦的丈夫 怕再出现昨晚的情况 就挽留老师祖 在她家一边等一边商讨对策 有句话叫《恭敬不如从鸣》 老师祖抱着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想法 在孕婦家住下来 和孕婦的丈夫一起想办法 老师祖经过一个上午的心思熟虑之后 在吃中午饭时 对孕婦的丈夫说 我已经考虑好了 今天就住在你们这里 到时 拖儿再提问的时候 你们什么都没说 由我来应付就可以了 孕婦几乎睡了一天 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醒 晚饭之后 拖儿又说话了 内容几乎和昨晚的一模一样 孕婦和她的丈夫都没说话 一切对话 都是在拖儿和老师祖之间进行的 拖儿问 我长大了吗? 老师祖说 你自己认为你长大了吗? 拖儿说 没有 师祖说 你认为未长大 那你就在里面了 你愿意留多长时间在里面就多长时间了 不过 你不能在里面一世的 迟早都要出来的 拖儿就问 为什么呢? 不出来不行吗? 师祖说 当然可以了 除非你不想见到外面美妙的世界 除非你不愿意享受父母的苦爱 除非你不羡慕世间很多好吃的东西 和天伦之乐 拖儿就问 你为什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不一样呢? 他们说外面有时冬有时热 说未长大出来的话 就会冻死热死 你为什么说这里也好 那里也好 什么也好 师祖说 好和不好 并不是凭嘴说的 而是要凭你自己去感受去体会的 因为我是阴阳先生 人家都叫我做算命先生 我会算命 所以 和你爸爸的感觉不一样 我知道 只有冬才能体验到暖的滋味 没热就不知道凉爽的幸福了 只有尝过苦的人 才会对糖的甜发出油葱的赞美 你如果不出来体会一下人世间的 甜酸苦辣咸淡 美丑善恶 慈爱憎恨 温暖寒冷 炎热 凉爽等等 很多很多一言难尽的味道 难道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再说吧 即使你能够在你妈妈的肚里面 睡三十年 四十年 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 当你妈妈老了之后 走不动了 难道你愿意继续留在你妈妈的肚里面 和她一起死 一起入坟墓吗? 如果到了那种非出来不可的时候 再出来的话 难道你能够以三十四十岁的成年人的身份 和无知还童一样 从头学起吗? 胎儿听了老师祖的这番话之后 马上改变了主意 决定在十月怀胎期末之后 按时出生 不过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 作为胎儿从母到友对于我来说是生 如果我放弃作为胎儿的权力出生为人的话 那对于我来说是生还是死呢? 老师祖想了想就说 生和死是互相转换互为因果的 当你作为胎儿的时候 你是从母到友 从小到大 当然是生了 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就变成了人了 从那一刻起 作为胎儿的你 就死了 亦可以说是随之消亡了 同样是从这一刻起 作为人的你 是出生了 胎儿就说了 那又是一个从母到友 从小到大 从老到死吗? 老师祖说 你目前仍是胎儿 关于人的问题 必须当你出生为人之后 才能够知道 说完这句话之后 老师祖就走了 胎儿也没有再提出新的疑问 一个月之后 胎儿出生了 尽管他放弃了 以前以为很温暖 很舒适的环境 尽管他作为胎儿的时候的 那个生命状态 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他一出生 就感受到了一个 坚强而又慈爱的鼻弯 托涌着他 发现了一张美丽的面孔 含情默默地 俯视着他 那个是慈父的鼻弯 慈母的面旁 他受到了欢迎 他得到了苦爱 他感受到了关怀 于是他发现自己 以前真是傻了 居然以为 只有妈妈的肚里面 才有幸福 居然拒绝降生到这个 无比美妙的世界 说到这里 我们又要转一转 说回临怨的妻子王氏 王氏听到这里 忍不住问 那后来呢? 那位算命的红先生说 后来 他跟那些 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所有人一样 享受着幼年的幸福 童年的欢乐 青年的愉快 混乱的甜美 领略到了为人父母时 对子女的关爱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就应该轮到你的女儿出世了 洪先生说 今天是3月20日 三日之后 也就是3月23日 你的女儿就要出世了 他如果仍然不愿意出世呢? 你告诉他 是红先生 叫他出世的 不要忘记 是近珠这尺的那个红 不是红水猛兽的那个红 等王氏 摆了摆头之后 红先生又补充说 差点忘记了 你还要告诉他 我这位赤红之红的红先生 来的时候 是没有穿鞋的 王氏就说 我们沿海一带的男人 都不轻穿鞋的 这个就不用说了 不是 一定要告诉他 是一个打着斜脚来的 长得很高大的红先生 叫他3月23日 一定要出世 红先生说完 就三步拼作两步走 钱?先生 给你的钱啊 红先生就说 等到喝碗月酒那天再来拿了 果然好像打斜脚来的那位红先生所说 王氏在3月23日那天一早就生下了一个女儿了 尽管王氏和林苑那天什么都没有说 他们的女儿仍然十分听话的准时出世了 王氏从内心里感谢那位红先生 他估红先生三天前说的那个故事 他的女儿和他一样听到了 他女儿一早就出世了 这个就是证据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 这个女儿从出世到满月 一声都没有哭过 一次都没有笑过 林苑同妻子王氏 嘴里面没有说什么 心里面 暗暗地 祈求 菩萨保佑 千万不要给他们一个雅巴的女儿 做满月那天 红先生果然来了 林苑非常热情地招呼他 并且给了一笔丰厚的报酬 但是这位算命的红先生 收了酬怒之后 仍然不肯走 说一定要土杯喜酒喝下 然后 之后要为林苑和王氏的女儿 算一下命 林苑尽管觉得有点违难 还是答应了 为什么违难 并不是说缺少酒菜 更不是没人下锤 而是按照当地的风俗 喝满月酒的时候 只请女奔客 不请男奔客 王氏将丈夫拉到一边说 这个有什么好违难的 这边有我和没过门的女婿 几个女儿来张罗 那就可以了 你带着儿子 到那边去陪红先生 媳妇和三女 四女的随意 比我好 五女也能够 帮忙做事 对了 还怕事后不好你们几个男子看 那再说 我们可以趁机问一下红先生 这个小孩子 为什么不懂哭 不懂笑 林苑对王氏的安排 非常满意 就说 好 一切听夫人的 红先生对于林苑的热情款待 也十分满意 林苑是因为如愿以上 而高兴 红先生 则因为大功告成 而开心 所以在酒席间 大家都一团和气 酒过三秦 菜过五味之后 红先生就很关切地问林苑 是否想和女儿 起个名 林苑就说 这个小孩子一出生 她有一个哥哥 五个姐姐 就叫她七妹了 红先生就说 七妹 只是小名 如果林大人不反对 我倒想为你的女儿 起个响亮点的名 林苑听了之后就说 红先生有此美意 林某真是求之不得 哪里会反对 不过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想请教红先生呢 红先生一猜就猜到了 林大人和专夫人最大的忧虑 就是七妹 从出生到现在 既不哭又不笑 是不是呀 你们不用担心她是不是哑巴 正因为她既不哭又不笑 所以红某 就已经被她想好名字了 叫做 林墨 因为是女儿 所以 亦可以称之为 墨良 林墨良 墨良 林苑 想了想就说 这个名字 挺好 因为墨 就是不出声 不说话的意思 良 則代表女儿 族中见雅 雅中含族 可谓 大族大雅之名 既是单名 又是双名 觉得怎样方便 就怎样称呼 实属妙不可言 林墨的儿子 红某 亦觉得 墨良这两个字 既响亮 又有寓意 就纷纷表示赞同 并且再次向红先生敬酒 以示借意 林墨 等儿子敬过酒之后 又来了个 旧话重提 继续询问女儿 为什么 不哭又不笑呢 红先生就回答了 不哭 说明他好高兴 来到人间 更高兴能成为 林大人的女儿 红先生不愧是跑江湖的 你真是会说话了 林大人 如果以为 红某正话说的是几句奉承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红某在江湖上 闯荡多年 几乎什么话都会说 就是 不会说放诚话 林娟就说 好 林某就喜欢跟红先生那样的人打架到 不过 林某 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麦良既然高兴 但是为什么一直都不肯笑一笑呢 啊 他喜欢 在头上 触一块黑头巾 因为 红先生说到这里 突然发觉自己讲漏了嘴 差点泄露了天机 于是急急忙忙地停了嘴 那究竟这个红先生是什么人来的呢 为什么他知道那么多东西呢 我们下一集 告诉你 就是 感谢观看